来 和大家晚安 大家好 不管今天雨天 原始气象在您身边 欢迎来到上海气象的时间 今天10月10日双十国庆 是我们国家的生日 同时也是我们连续假期的第一天 很多朋友们是陆续展开外出旅游的行程 而今天说真的 老天爷很赏脸给了一个不错的天气 让大家一出门就有个好心情 而明天接续着是我们第二天的连续假日 天气会持续的好下去吗 我们就从卫星云图一起来看看 未来的天气变化 首先在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强烈台风哈吉贝持续地 在往北北西的方向来移动 也就是往日本的中部外海来接近 而且台风也是清晰可见的 这也表示强度并没有减弱的趋势 所以提醒未来几天 也要前往日本的观众朋友 就要注意一下这个飞机的航班 有没有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呢 接着我们回到台湾地区来看 明天在我们台湾附近 天气还是很好 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 虽然在东部还有恒春半岛 以及中南部的山区 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发生 但是对大家外出旅游的行程 是不受影响的 只不过白天太阳露脸时 紫外线的强度强 防晒的工作就要做好 至于温度上的变化 我们再从下一张的地面天气图 来看看未来的温度呈现 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哈吉辈的台风 明天的位置会更靠近日本一些 而明天我们的风向 虽然是以东北风为主 但是风势并不强 不过要提醒 蓝与绿岛的观众朋友们 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海面上是容易有长浪的发生 而在我们温度方面 明天各地的温度 跟今天相比变化也不会太大 各地白天的高温 都会在30度以上 但是清晨跟入夜都是偏凉的 另外在我们山区的部落之下 这些温度会比屏蔽地区 降得还要低 而在中部以南的地方 明天的空气品质 显得是不理想的 这些地区的观众朋友 出门就记得携带口罩了 至于部落里头 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一起来看为您整理的上海细小 屏东的市值牡丹跟满洲 最低温降到20度 高温是来到29度 泰武来一根春日 最低温降到19度 但是高温是冲到了31度 而在三天门 雾台跟马甲 最低温降到16度 高温是有31度 高雄的原乡地区 最低温降到10度 而高温是来到30度 日夜间的温差非常的大 嘉义的阿里山 低温降到9度 而高温是来到27度 晴到多云的天气 南头的原乡地区 最低温降到8度 但是高温是冲到了29度 台中的和平地区 最低温14度 高温是来到29度 晴到多云的天气 苗栗的原乡地区最低温17度 高温是来到29度 清主的原乡地区最低温降到12度 但是高温是来到29度 晴到多云的天气 来到北部地区 乌来跟复兴最低温16度 高温是来到28度 宜兰的大同跟南澳 最低温16度 高温是来到30度 天气非常的好 花莲的新城跟花莲 还有吉安 高温是来到了30度 而在秀林跟万荣 最低温降到16度 但是高温有29度 寿峰跟风冰 最低温20度 高温是有29度 凤林光复跟瑞水 最低温降到20度 高温是来到29度 浊西域里还有副里 最低温降到9度 高温是来到29度 台东地区 海岸线的部分 最低温降到22度 高温是有30度 中古地区最低温降到12度 高温是来到29度 清道多云的天气 而在陆野还有台东市跟北南 最低温降到19度 高温是来到30度 南回地区最低温降到18度 高温是来到31度 兰嶼的地区 23度高温是来到28度 而在外岛的部分 连江金门跟澎湖 最低温降到23度 高温是来到30度 明天一直到星期天之前 东北风会持续地减弱 所以温度会稍稍地偏热一些 同时加上各地大多是 多云到晴的天气 白天外出活动的话 防晒的工作就要做好了 因为紫外线的强度是非常强的 也要适时地补充水分 另外也要在这地提醒您 现在日夜间的温差非常地大 在清晨或者是夜间 有安排活动的朋友们 记得多穿一些衣服 避免着凉了 天外出活动的